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接着介绍图表设置的相关内容 我们这里要给大家介绍子图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子图其实在前面的内容中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是绘图区域 这个时候我们要给大家介绍是绘制多个子图 那比如说像我们右边的这个 PVT右边的这样一个部分 我们可以设置一个六个方格这样的子图 分别在上面绘制不同的内容 分别在上面绘制不同的内容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用到这个 plt.subplus这样一个函数去绘制 需要运用到这个函数去绘制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呢 我们可以把整个图表区域和字图部分 分别复制给这个figure和x 然后我们分别是 我们现在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 好 我们来绘制一下这个字图 那么figure lax 然后把这个plt.subplus 就是这里有个s 然后复制给它 然后呢 它的这个 2 3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要绘制一个两行三列的 这样一个六个框框的字图 就是它竖着看有两个 有两行 然后重着看有三排 有三排 然后这个共用的x是共用的列 然后共用的y是共用的x 然后我们开始绘制六个字图 那这个时候我们先生成一个字变量 x等于np.lain space 1到10 把1到10分成52 对吧 这个是前面的这个 np的部分给大家讲过的 然后我打这个字图 绘制出来之后 大家看到啊 我这就把这个图绘制出来之后 怎么样把我的图 画到六个方格里面去呢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通过plt.subplot 这样一种方法 你看前面是subplot 是吧 这个是负数 这个是单数 那么我们通过subplot 然后231 232 233 234 一直到236 把它画出来 那我们现在来画一下 先通过plt.subplot 231 调出第一个图 调出这个图 在这个图里面画 np.sinx 然后毕竟是虚线 在第二个图里面 232 232 调什么 调np.cosx 在第三个图里面 调 在画出tintx 第四个图里面 画出这个正切曲线 第五个里面 画出log的曲线 第六个里面 画出指数的曲线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基本上通过这个绘图 我们就在六个图上面 分别画出了 我们想要的不同的曲线 那我们可以通过subplot 这个方式去调用 那除了这种方式 去调用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 刚才说的ax来调用 大家看到我们把这个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subplot 已经分给 这个fig和ax了 那么我们分给它之后呢 我们可以用ax.00.plus来 就相当于在00这个 这个图里面 画sinx 在01这个第二个格里面 画这个cosx 可以通过ax.000.01.02.10.11.12 这种方式来画我的词图 上一个结构也是一样的 就把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我可以在这个地方 通过fixize来调整图像的大小 那这是两种调用方法 一个是通过plt.subplot 另外一个是通过ax这种方式来调用 这种方式来调用 那这个是我们子图的一个调用 大家可以 这个自己动手操作一下 那这种 两行三列的这个子图 其实我们把它叫做一种 规则的子图 因为它行列是 行列是比较规则的 每个格都 那假如说我们现在 要画一个 非规则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要画一个这样的子图宽 每个格都大小 会比较大 或者这样的子图宽 这个时候怎么画呢 这个时候啊 我们会用的 这个plt里面的 gridspec spec这样一个函数 来进行绘制 来进行绘制 好 我们来画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 那么我们 首先 通过这个 gridplt gridspec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 我们就基本上能够画出 一个 一个满是格的 这样一个格子 然后呢 我们 另一个子图 是它的00 另一个子图 是它的00 就是第一个 第一个单位的 长第一个单位的框 另第二个子图 是在01到最后 它还是第一个 单位 00就是这个格子 然后第二个格子 是0 还是从 第一行开始 最开始一行开始 然后1呢 1到最后 就是 1之后的 所有的格 然后第二个 是plt1 就是第二行开始 然后后面 一个漫号呢 就是 第二行 整行都是它的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 设置出 此图的范围 大家看到没有 它实际上 还是把它 还是把它 变成了一个 两行三列的 这样一个范围 只不过呢 用它的 plt.subplot 进行了一个切分 第一个就是00 第一个格 第一个长 和第一个单位的宽 组成了一个格子 那第二个是01 漫号 是第一个单位的长 和第二个单位 到最后一个单位 这么宽 组成的一个格子 第三个块呢 是第二个单位的长 和所有的单位 组成的格子 那么这个就是 相当于我们用 grade 这个spec 这个组成的一个 非规则的字图 非规则的字图 那么具体的 这个帮助文档 大家可以去 去看一下 这个帮助文档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帮助文档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里面有个 w space和h space w space是 the amount of wire is reserved for space between subglots 这个就是子图之间 保持的这样一个 间隔的宽度 然后这个h space 是这个子图之间 保持间隔的高度 那么这个0.4呢 实际上就是 这个方形 就跟这个方形之间 隔0.4 那这个0.3呢 就是两行之间 隔0.3的意思 那么这个就是 非规则的子图 那么看一个 具体的案例啊 我们现在生成一个 生成sy两个 合并的一个 正在分布 生成一个随移数的 合并的正在分布 然后呢 我们设置一个 六乘一六的 六乘一六的 绘图区域 然后我们 我们让绘图区域 变成六乘一六 然后我们设置一个 四乘一四的 一个子图的格子 然后呢 这个 我们在这里用 fager.add subplot 来绘制新的子图范围 我们先运行一下 然后再讲解 哪段代码是什么意思 那么绘制出来的格子 是长这个样子 就这个样子 中间一个大图 是一个散点分布图 旁边是两个直方图 对吧 旁边是两个直方图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 我们生成了一个 联合概率分布 联合概率分布 这个x是 一均值一方差 y是 这个 两个均值都是 一个方差是0 一个方差是2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开始 绘制 首先把绘图区域的 这个范围 大小给它设置 是六乘六 然后我们通过 create spc 然后把 把它生成一个 四乘四的这样一个 方格 四乘一四的方格 那第一个 y轴上 绘制直方图的区域呢 是 这个 从第一个格开始 到倒数 第二个格 的长度 然后宽度 是0 这个单位 就是这个宽度 是一个这样的 长角形的 这个就是 y hast yhast 这样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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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然后 main ax呢 它是 add sad plot 然后是 呃 这个 它的一个 最后 对吧 这是x的 汇图区域 然后我们在各自的汇图区域里面分别画上直方图 画上这个直方图以及三变图 那么就成了这样一个绘图了 这样一个图表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代码 大家可以用战情看一下代码 然后体会一下这些代码是什么意思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非规则子读的一个做法 非规则子读的做法 然后接着给大家介绍一个标签和箭头的一个 标签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们有一段这个时间的范围 一年的时间范围 但我们希望在这个时间范围里面写上一些标签 写上一些标签 分别写上一些标签 比如说我们希望在1月1号写新年 然后5月1号写劳动节 然后10月1号写国庆 对吧 我们需要写上一个标签 那这个时候标签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 AX.text来实现 AX.text来实现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代码 我们先生成一个 Data日期等于时间 Data程等于时间序列 是2018年1月1号到2018年12月31号 然后我们的评测是天 这个时候我们生成一个365天的这样一个随机数 然后它的范围是100到300 对吧 然后呢我们开始设置绘图区域 这个绘图区域要大一点 12乘4 12为长 4为宽 然后我们要画一个折线图 折线图它的X是7 这个Y是我们的X 然后我们通过AX.text 然后在上面去 去打标签 第一个标签呢 横轴在2018年1月1号 纵轴在360 350这样一个值 我们打的标签的内容是 新年New Year 然后呢这个HA呢 是水平对齐的方式 是中心对齐 然后我们把第二个标签 打到5月1号这里 然后呢是打在360 350这个值的这个位置 然后Level Day呢 等于 那个标签等于Level Day 然后SI等于Wide 第三个标签呢 我们打在11号 然后350这个位置 这个是横轴 这个是中轴 这个横轴 这个是中轴 然后打的标签是国庆节 然后呢对齐方式是右对齐 然后我们再设置 再对这个此图区域设置 Y的高度和 Y的范围和 X的时候的范围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 那我们就通过这种方式呢 对这个三个点 分别打上了标签 分别打上标签 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 AX的Tags 对我们的图表去 做一些打标签的工作 打标签的工作 打标签的工作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这个标签的内容 刚才介绍此图的内容 这个标签的内容 然后我们接下来介绍 图表样式的设置 图表样式的设置 那我们在图表样式的设置 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 PLT.style.user 我们在我们之前的代码中 就给大家用到 PLT.style.user 然后通过这个来调用某一个 某一个类型 某一个类型 那这个时候我们想 让大家看一看 这个类型都有哪些种类啊 类型都有哪些种类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 首先生成一个随意种子 然后我们先看20种图表类型 我们写一个循环 然后for i in runge 20 然后写一个循环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可以通过PLT.style.available 来调用这个图表类型的名字 来调用图表类型的名字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 通过调用这个图表类型的名字呢 然后在这个我们生成的绘图区域里面 画一个图 画一个图 分别画一个 分别画一个这个 直方图 和一个 这个 这个 折线图 那么我们运行一下 好 你们可以看到 第一 这个我们就在 每一个图表这画了一个图 第一个图 第一个类型叫BMH 然后呢 它是 它的风格是这个样子 第二图是classical 是经典的风格 它的风格是这样的 那第三个是 黑暗背景的 它的风格是这样的 第四个是快速背景 快速的 第五个是 这个 又是一类外一种风格 那么这个 第六个是GG plot 这个是比较清新的风格 然后还有 Sevon bright 然后Sevon colorblind 然后等等等等 那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就是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PLT的 PLT的 然后去调用 不同的风格 去快速的 去画出我们的 好看的图表 类型 好看的图表 类型 去快速的绘制 这些图表 那么这个是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这些图表 样式格式 大家可以自己操作一下 试一试啊 然后接着给大家 在我们的PPT后面呢 放了一个图表设置里面的颜色 就是Cmap Cmap Cmap里面会有很多种名字 那么分别是什么样的配色方案 大家可以对着我们的 这个给大家的这一页PPT去找 去找 那么Cmap其实我们在 之前的这个 之前的案例里面 其实给大家有过多次出现 比如说我们在画这个 我们在画这个三点图的时候 在圆文画三点图的时候 Cmap就等于 VR Varities 这样一个风格 就是这样一个风格 那第一个是这个 最后一个是这个 那我们可以根据这个 给大家付的这个部分呢 去找到大家所喜欢 所适用的风格 去装饰我们的图案